大家了解他没成为钢骨之前是什么样子吗 哇原来是一个肌肉借硕的猛男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恩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两款由Youngrich出品 第11正义联盟里面的钢骨变装版 大家可能对变装版的钢骨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他在影片里面的戏份不是特别多 头雕我认为做的非常传神 揭开T恤我们可以看到他借硕的肌肉 并且这款素体绝对不是市面上的通用素体 应该是厂家自行开发的强壮身体 胸腹位置的肌肉线条很立体 并且还是软胶材质 鞋子为非常经典的大黄靴鞋底又细节刻画 同时还为我们多搭配了一个安德玛品牌的外套 配件不是特别多 分别附属了橄榄球以及相框 额外还有影片里面出现的露原机 用它来搭配HOTO S的钢骨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说到HOTO S的钢骨 我们现在拿出来和它做一下对比 感觉不管从身高还是外形都是很相配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一款也就是橄榄球造型 和上一款不同的是此款为橄榄球装束 但头雕和身体都是同用的 而此款会多送一个橄榄球的头盔 并且还有一个挂在腰间的暖手袋 同样为我们附送了橄榄球额外还有一个奖杯 那么此款造型也可以用来搭配HOTO S的钢骨 我觉得AB两款只需要选择一个就够用了 大多数品牌都会推出一些主线产品 而杨瑞区这个品牌经常会推出一些支线角色 这样也会弥补自把党的遗憾 就例如一些很出彩的角色在影片里面的变装形象 如果你觉得不错可以关注一下视频最后 记得给我点个赞我们下期见拜拜